下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語音輸入 那我有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 學習輸入法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你看以前我們 有沒有用 一些時間去學那個輸入法 不管你學倉傑啦 大義啦 還是像我用無蝦米嘛 最大的難點就是說 你要背字根 背字根然後呢 一定要就是一段時間練習之後 你打字輸入才會變快 那現在呢其實語音輸入算是 即影像處理 你看我們現在APP不是有很多影像處理的嗎 拍照啦 好合成 那語音算是即那個之後 第二個成熟的所謂的雲端服務 也就是說現在這個語音的辨識 準確率是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那這裡呢 有兩個你可以做參考 一個是Google文件本一陣就有 所以你已經有Google帳號了 你可以打開雲端硬碟 建一個Google文件就可以用 另外呢也有一個跟雷同的 叫Speech Notes 也可以用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其實還有什麼 還有手機上的 也有手機上的 也有 那我這邊呢 我們就先看剛剛那兩個 好先看剛剛那兩個 那麼在我的部落格裡面啊 如果你進到這個系列文章查詢 因為現在文章寫得比較多 所以我自己也會 標注一下 有沒有 這裡面 就有一系列文章 再介紹這些 就大概四五篇啦 那麼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邊 你可以在這裡 雲端硬碟就開一個 有沒有互購文件 按一下 好建立 建立好了之後呢 哪裡有 我們要的 語音輸入 在這邊 你往上走 工具 有沒有看到語音輸入 事實上 各位如果用搜尋請 搜尋本身也有 本身也有 所以你用搜尋 只要你有麥克風 其實也可以怎麼樣 用講的 那你看我按一下 第一次按的時候 它會出現這個畫面喔 有沒有 你要允許它可以使用 電腦上的 所以 你要按一下允許 你看 我們現在 用語音輸入 有沒有比你用注音快一點 有 因為 一般 你注音 大部分 差不多 一分鐘 可能 十幾到 二十 三十個字 就算很快了 可是 我們 用這個 是不是效果還不錯 當然 網路速度慢 也會有影響 好 這裡我就先停 有沒有發現有某幾個措置 你可以修改 但是你發現它缺少什麼 標點符號對不對 所以你找這邊 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手寫輸入 要找這個地方 你看 有沒有這裡有標點符號 所以你就 這邊 自己 加一下 這個也是全形的 這樣了解嗎 是不是可以再稍微修改一下就好了 事實上各位應該剛剛在翻譯的過程有沒有發現到 它有一個就是直譯的 就是我打進去之後 翻譯出來 可是它又會做整句的 是不是修飾 因為它還會有做所謂的大數據的 比如說 大家都講了這個 止咳效果 對不對 它可能打這個 它翻譯字樣 可是它又回去 怎麼樣 大數據去檢查一下 這句話大部分 大家都是用哪一個 這樣有了解 另外一個也是雷同的 叫做 Speech Note 也是一樣 Google一下 Google一下 你就會找到它 它也是一樣的 好有沒有 但是呢我們剛剛用的Google文件 它只適合什麼 就是你今天Google 你的帳號 是設定中文 那它就只變成中文跟英文而已 可是如果你要有其他語言的 那你用這邊 你講話就聽了 怎麼辦 我們就用這個 因為在這個的話 你可以自己選你是哪一種語言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挑說 要講英語、要講台語、要講話 都可以 那早上一來不是有個 同事就在 講一句嗎 來來來 我來找他來講一下 Japan News 好不好 你用這個 一樣 按下去 資料允許 Ohio 你們太小聲了 所以我們家的麥克風聽不懂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就出來了 對不對 用完了一樣 你看右手邊有沒有標點5號 有 但是這邊是半型的 好半型的 所以這樣 有沒有發現 就變得比較簡單 所以其實 你如果是用筆記型電腦 還是用手機 是不是都有麥克風 其實都很方便啊 老實講現在真的很方便 但是這樣子其實 還是不能滿足 我們大部分 的那個需求 因為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 你在哪裡 輸入 最多 在電腦上輸入最多嗎 不見得 因為你們都低頭 對不對 是在手機上輸入最多 那我問一下 你有沒有看過人家 那個LINE群組裡面啊 講一句就送出 講一句就送出 本來要說一段 結果他就 本五段 登登登登 送出 有沒有看過那一種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沒有標點5號 所以他就想說 我講完一句 用語音輸入 對不對 講完一句 好送出 各位同仁大家好 送出 我們今天要來開會喔 送出 你了解我意思了齁 就是因為沒有標點5號 所以他就只好這樣 但是 其實 我們在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樣不太舒服 所以不太舒服 以後你要找這樣不好找 因為送出就有一個送出時間 對不對 其實他事實上是同一段 所以我找我的手機給你看一下 好吧 好 來 我就給你看我的手機喔 你有沒有覺得 我瘋了 我怎麼在我這邊用 沒有啦 給你看這裡 我的手機出來了 真的啦 你一定要我說 真的 我可以在這邊 使用中文輸入 而且呢 有沒有發現 標點符號有幫我加進去 你有沒有覺得 這樣 比較貼心一點 這樣還OK嗎 聰明一點點 對不對 只要 你有明顯的 停頓 他 他就會 他就會幫我們加上 標點符號 聰明一點 講完了 一次送出 這樣 我一次就看完 不是比較好嗎 說完了 哈哈 也會進去 有沒有看到 這樣有很過分嗎 因為這個就變成 行動專制上的一個輸入法 那你在LINE裡面 在Facebook裡面 就管他了 反正你在裡面不是也在用輸入法嗎 只不過改用語音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對不對 所以 我真的交代完一件事情 我再送出 你就看這一段 這樣不是比較OK嗎 那當然這個地方難免他有標點符號沒加進去的 沒有關係 你看 我們這邊 他很貼心的 比如說 這裡 我就按一下 有沒有標點符號進去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不夠 好 媽 在這裡 應該是 問號就按住 有沒有就可以改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後面呢 加個 微笑 他也有貼圖啊 也有貼圖啊 當然呢 如果你覺得不方便的地方 因為有時候我們並不方便 那個 不方便的 我就 你們一次寫是一次寫一個字等他一下辨識嗎 還是像我一樣 就一次連著寫 是這樣嗎 有沒有發現我是 這樣 反正你螢幕多寬就繼續寫啊 現在其實應該很多輸入法都可以連續輸入嘛 你就不用等啊 比較新的都可以啦 你千萬不要寫一個字就等一下 寫一個字就等一下 你會等到天荒地 地老 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啊 好那他本身呢 其實提供 蠻多這些像這種表情符號啊 也有啊 也還OK啦 所以 你喜歡用中文的就用中文 那他的符號其實也蠻多的 你要中文的 英文的 網址的 數字的 是不是都還蠻多的 對不對 所以 我是覺得還不錯的 一個工具 所以呢 如果你在電腦上 他其實也有 也有這個有電腦的版本 但是 比手機上 我是覺得 來的 不是那麼方便啦 手機上是相對比較方便 相對比較方便 所以 博格上 我有特別介紹一下 所以這個是我們 在下午 先跟大家介紹兩個部分 有沒有通人要前來 來我這邊 試看看 不然你都以為我跟他套好了 喔 在這裡 其他的裡面 你看一下 其他裡面 我不是有一個叫做 迅飛語音輸入嗎 就是這一個 但是 他的缺點就是說 你要做一點微調 你有做一點微調之後 你的那個什麼 出的效果才會比較好 沒有的話你會覺得 好像我們就差一點點 所以我有一篇文章 這個 讓他 更懂我們的心 有沒有 這個 或者你到我的部落格上 你找一下這個 系列文章 查詢 這個就是電腦版的 有沒有 電腦版的 但是裡面我也有放 也有放那個 手機微調的 就是這個地方 你只要稍微按照這個設定調整一下就好 那他有 iOS的 也有 enjoy的 兩個版本都有 那如果你不喜歡 用的不喜歡 你就把它移掉 也OK 這樣可接受嗎 可以喔 那 就看 你先 先找個 同事來 測試一下Google的 或者是那個speech note 好不好 有沒有人願意上來 我就知道 你看看 所以我早就準備好了 小豬 小豬 現在開始沒有人 陳真智叫小豬了 小豬 在哪裡 啊來來來來 太好了 Lisa就位嘛 等一下嘛 來 試看看 試看看 看看說 這樣 他有沒有跟你比較好一點 這個 我把它拿掉 說真的其實 如果網路辨識速度比較慢的話 會有影響 來來來 鏡頭在那裡 有看到嗎 所以麥克風也在這裡 好我按一下你就可以講 嗨 大家好 我叫江小豬 真的你看 不用翻譯就會了有沒有 他真的叫小豬 今天的課很好玩 今天的課很好玩 你知道為什麼嗎 太小聲 我拿給他 只是讓你們聽到的 真正的麥克風是在這裡 跟這支沒有關係 所以你可以靠近一點 今天的課 嗨 哈囉 哈囉 這個就是因為他現在網路速度比較慢 好 沒關係 等一下 我先停一下 來 換另外一行 再按一下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謝謝老師 好 OK 感謝他 對 這邊就是沒有多號的 標點符號是不是要自己來 這樣了解 那LISA要不要來試看看 LISA在哪裡 喔來來來來 我們來試看看 我們來換另外這個 好不好 換另外這個 你要漏英語還是要漏名字 呵呵呵呵 你那你NC 蛤 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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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來來來 我自己的你就知道要說什麼 不要在這裡 好 好 大家好 我今天 是從 台南火車站 搭車到 龍田站 能夠 很開心可以上這個課程 讓我學到很多 謝謝老師 好好好 很快 有沒有發現 這樣 還OK 那這個網站的話 它是 它有 斷點的地方 它是幫你加空白 有沒有 你也可以很清楚看到 這樣有了解 好 感謝 那你們現在 如果用這種方式的 你會遇到一個情形 如果假設你要用我跟剛剛那種 在 這個上面輸入的有沒有 你們現在要養成一個習慣 講話不要停 剛剛呢 我們如果你要用這個訓飛語音的話 就是 你們現在都比較習慣 命令式的 因為像我們的Google Siri 還有最近Google不是 那個 IOS蘋果的Siri 還有Google是不是有語音助理 嘿 他們都是比較屬於命令式的 也就是說 你好嗎 然後他就會做一些回應有沒有 他說請幫我導航到哪裡 是不是都下一句就沒了 但是呢 你要 讓我們這種能夠 自動幫你加標準 不好就是你只要停頓就好 但是要繼續講下去 你看喔 我先做一下給各位 做參考 好 按下去 我們很重要的 就是不要只有什麼 用語音 單一行的命令 你停頓好了 就繼續講下去 這樣 你的標點符號 就會自動增加 不要一直等 就不講話 他就認為 你講完了 這樣有了解嗎 所以 就比較接近我們平常講話這樣子 只是說 停頓的 會比較明顯一點 他就會知道說 喔你那裡是要加 標點符號 這樣了解嗎 好 那 如果你想 試看看這個輸入法的 你就來這邊 剛剛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 起雷 你也可以自己到Google Play找一下 叫做什麼 訊飛語音輸入 你就直接找訊飛語音輸入就可以了 起雷 蘋果的 跟Android都有 但是呢 要微調一點點 所以 等你下載好 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什麼微調 OK嗎 來來試看看 你看看喔